好家伙 博士和富人居然都是主人 主人这一词是意大利即兴喜剧中最经典的角色 他们往往掌握资源 并且具有极高的话语权 在戏剧中 主人共有两种类型 第一类对应博士多托雷 在喜剧中 他会戴着半脸面具 如同怪人般 不仅尝试各种药物 而且进行非人的医学实验 原先中的博士用鸟嘴面具 遮住了自己一半的面容 不仅是血眼的发明者 曾为一些萌德武装力量 无论是人体实验还是散布瘟疫 都是他擅长的把戏 在戏剧中 他非常自负 不仅沉醉自身才华 而且在乎他人评价 就算在游戏中 博士对于散边的出言不逊而进行威胁 第二类对应富人潘塔罗涅 在戏剧中 他地位优越 资本雄厚 名字就是财富的代名词 而富人在原神中 他是北国银行的主人 不仅报销中里的送仙典仪 还从无期限包下蒙德床的哥德大酒店 在戏剧中 潘塔罗涅身上不仅吝啬 嫉妒 而且牙丝必爆 这也对应游戏中 停摆之客上写到的 富人因为无缘获得神之眼 从而与财富源泉摩拉克斯对抗 无论在游戏还是喜剧 博士和富人 他们都非常自负 对自己想要的东西 有着病态的执着 但他们从不认为自己疯狂 因为在他们眼中 那些本就属于自己